各位朋友我們大家好 今天人非常的多非常踴躍 就是歡迎大家來到九學星期 然後看到蠻多新面孔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也是第一次來的 有一個熟的 還蠻多的 將近三個人之夢 對 那因為今天人比較多 然後所以我們就盡快就是開始這樣 那我還是解釋一下說 九學星期五在做什麼 就顧米斯就是在禮拜五的晚上 我們就是一群人 然後在這個好班這個空間 然後我們投入一些公共性的議題這樣 然後這起源於1930年代法國的一個 九學家叫馬賽爾 他也是在禮拜五晚上就找一些朋友來 來他們的家裡這樣子 那當然不是聊八卦啊 或是聊什麼 那會不聊一些公共性的議題 然後時事這樣子 對 所以這樣的模式就是在2010年 在台北已經有陳青凱 不到陳青凱老師 引進了這樣 對 然後 這些議題是我們在台中 這邊發展大概一年多 那我們談什麼呢 我們談很多 就是可能 可能是比較大的環境的議題 或者是一些人權的議題 或者是一些人權的議題 可能像這個FACE啊 那環境的有可能就是大陸商開發啊 空氣批那會有問題這樣子 然後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到我今天身上的衣服 這個的話就是香港站中那邊 就是香港社工復興運動那邊 他做了T恤這樣 然後在台灣也有做這樣的T恤 對 所以大概類似這樣子 社會運動運動運動 我們也會聊這樣子 對 然後呢 想要讓 還有兩個精神就是 就是哲學星期五就是不引經句點 所以我們有找 我們曾經前幾次也找了我們高中生 來談課當的議題 是用高中生講喔 所以他們當然不引經句點 然後他們就是把他們小講的講出來這樣子 然後大家來這個空間做一些討論這樣子 對 然後我們看我們接下來的大人 有沒有在聽我們高中生講話呢 那你支持的是什麼 那反對的又是什麼 那是不是可以像哲務上的空間 我們一起來談這樣 對 然後 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群眾是主體 所以 所以等一下是哲務的傳統 就是每個人都會傳到麥克風 然後大家講一下說 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你為什麼會來 對 然後就是簡短的時間 因為今天人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們講者 剛剛有特別提醒我說 他 他是帶來非常精彩的簡報跟演講 對 所以說大家抓緊 我們刷緊機會10秒鐘 那我也是可以話不多說 我就是先傳一下麥克風下去 好 就是後面有志工提醒我們 就是我們都有錄影跟攝影 如果大家不方便的話 不方便入鏡 因為我們都會放在網路上面 如果大家不方便入鏡 然後呢 因為我們哲務都是義務的志工 在運作的 所以呢 也希望說 如果大家認為 參加完這場演講之後 認為說我們 可能辦得還不錯的話 可以 有些少人錢可以譽助給我們 對 那因為我們說 有些講者 他像 可能從台北或高雄來的 我們會支柱一些車馬費 但是 因為大家都是志工啦 所以 也是不會提供 那個助詞費的 但是因為我們希望 就可以請到一些重量級 或者是很有想法的獎者 所以我們也會支出一些車馬費 對 所以需要這樣大家的資助 對 好 那 OK了 我們現在傳一下麥克風 可以嗎 那這位大哥 那個 剛剛是二科老師 我是全身 然後我們對 就地方危險 然後有興趣 可以說一下 你教什麼 小朋友 姜安晴 我們有可能會說 我是大學生 那你可以講一下說 我怎麼會來這樣 你跟他對這個議題也興趣的 你們台中人嗎 我叫陳寅如 然後我就是 我看到這個題目就很有感興趣 因為我就覺得 我們應該要都認識 自己所生長跟生活的地方 而且就是 其實台中的 就是很多小小路都是很特殊的 就想知道說 獎者今天會帶來什麼樣的 就是東西給我們 獎者最低或是文史通 對 對 大家好 我叫林玲 那大家好 今天我跟兒子一起來的 大家好 我是張主持 我們是一家人 是一家子 這樣子 我們是高中國文老師 你非常歡迎何嘉來 師大弟 柳凡正 你到中學了多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林玲 我喜歡台中 剛畢業 然後想要看看 好辦的那個分數星期五 第一次來 大家好 我是柏乃哲 我是一個APP工程師 然後主要是 對這個議題很有興趣 然後對這個空間也蠻有興趣 所以第一次來 先來看 好 大家好 我叫邱俊傑 我是吉練工程師 也是對這個議題有興趣 大家好 我是彭秀文 那因為也是讀生圖長的台中 你也是這樣可以多了解台中 大家好 我是讀生圖長 我今天是來聽故事的這些人 大家好 我是住在這附近的人 也是第一次來 聽到這個議題 我非常有興趣 然後我是台中市讀書會 謝謝 對 主戰就成的台中就成的 大家好 我是國立 你不想要再讀 謝謝 哈囉 我是蔡德爾 然後我是學生 那會來聽是因為 多半大學的時候 跟碩士都在北部讀書 然後對於台中都有點陌生 即便周末都沒有回家 大家好 我是任老師 那這位是我的小孩 我們只要請他請你 帶我來 我叫簡鳳如是拜訪者 所以我對舊房子有興趣 我是姚昌文 然後我現在還是學生 然後有個文詞 蠻有興趣的來 大家晚安 我叫張美濟 我也是第一次來的 好不然常看到 可是第一次來 是因為這個主題 不小心在FB上看到 所以就覺得 好我要來 就把他特地控出來 謝謝 歡迎做臉書上面的分享 我們這次 這個主題分享 大概有七十幾個分享 所以我看到 我是嚇了一跳 這樣子 大家好 我叫蔡佳生 我是楓原人 然後現在在那邊 台大人類 然後 對 就是 以後想要回台中做事 所以想要多了解一下 就是今年返校 我是一成 然後台中人 然後是石港 就是包含在過去的石港 石港長長 然後現在台北讀設計 然後把握手架的台中 去參加一些活動 大家好 我叫陳宥軒 我是讀創人 然後剛好 我對這題目 滿有興趣的 大家好 我是陳湘麗 我是台中人 我想對台中人 了解 各個地方 謝謝 我以前可能認識 還不夠多就對了 對 大家好 我是Niche 我是來聽故事 也是很聽故事的 謝謝 我叫中台 是自由業 然後 也是台中人 但是對台中的歷史 不是很了解 所以想要過來聽聽看 大家晚上 我叫鄭亥 然後我是台中人 所以我對這個意義 很有興趣 大家好 我叫雅薇 因為我對地方人 還沒興趣 還沒興趣 所以我現在在講座 我叫哪一口 然後我對台中 很興趣 大家好 我叫雅薇 我是宜蘭 我是台中人 然後我結婚之後 本來開中兩年 今天是因為想多了解台中的歷史 所以才來參加活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秀儒 我來自新竹 那我是在台中出生 因為這塊土地非常陌生 所以今天跟我的了解 一起來參與這個活動 謝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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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學生 也是台中人 那今天剛好有時間 就來這裡 畢業 大家好 我是另外一方 今天是被小孩子一起過來 學習如何認識一個地方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高中畢業生 然後平常很喜歡關心 都市還有文師方面的意境 大家好 我是余欣 然後我現在是總省之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 目標是十二分之一的基礎 是指十二個月分的其中約法 不是跟城市 好像不下有關係嗎 等一下組長會解答 大家好 我叫陳凡師 我是台中人 我今年從大學畢業 然後要離開台中去念研究所 所以希望可以在離開台中之前 多了解運作的地方 大家好 我是元昊 那我在台北住九年 然後每次大家 就是問我台中的時候 就是台中可能沒有病 下面也沒有手 那希望今天可以從台中的奇聞 來認識台中 可以了解 大家好 我是台北 我是第一次來這邊 我想多了解台中的 誕生的曆星 大家好我是冠琪 我之前因緣際會之下發現 中區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想要知道更多關於台中的故事 大家好 我叫陳嘉欽 那現在在台北念書 因為在台北待了九年 發現對自己出生的台中 不太熟悉就過來 大家好 我是劉沛宇 所以現在不許再推台中小旅行之道活動 想多了解 補充這個最好的奇心 大家好 我叫李雪峰 對這個秘密非常非常沒有信心 然後看到F1上面介紹說 要了解這個秘密 我覺得這個秘密 應該是每一個台中人都應該知道的 謝謝 大家好 然後我用詩海 然後我是環洋建築的學生 然後也會想要做台中的秘密 可以來瞭解一下 大家好 我是易琪 我是來自高雄 然後對台中 台中的歷史 我們做法有點愛 這樣子 大家好我是孟明 然後我是台中人 我對台中的歷史 蠻有興趣的 謝謝 大家好我是陳俊宇 我剛結束一份在中國工作 那我想回答中 多為了留下台中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國榮 那我對於自治時期的台中 非常有興趣 那對於這個台中市生產企業 就感到這些屏幕非常幸福 大家好 我叫郭建成 然後我是今年高三的異業畢業生 那我小時候 我小才搬到台中來 然後我非常喜歡在台中上去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漫嗎 我是台中人 然後對這個議題 蠻感興趣的 然後那我有時間就過來 大家好 我是何欣佑 因為 我是高中畢業生 然後因為我 剛好我最近想要做一份 就是 有關於台中歷史的計畫 然後 昨天突然發現這個 演講 然後 就剛好 突然想說會有啟發就來了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俊宇 今天會來是因為 有朋友 他推進我來參加這個活動 然後 我看到這個標題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就是 十二分之一的這個機率 一定是代表一定有事情要發生了 所以也蠻好奇 今天這樣子要告訴我們 什麼故事的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方方桓 那我以前 嗯 就讀過這邊西區的 大橫柏橋美術班 那 從這 那時候開始 樂區 樂區就讀 讓我對台中 市中西區這邊 慢慢的開始了解 那我今天最有興趣的議題 是大陸王國時期 跟小京都時期的台中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嘉雄 我是大陸昌康的人 家族在那邊居住了好幾代 已經數百年的時間 然後 我正式開始了解 這片土地是 近幾年才發生的事情 尤其是 上大學的時候 接觸到一些 家庭的故事 那個 大陸昌康的一些故事 然後 到出社會之後 面臨資訊報道的年代 了解到更多事情之後 我才發覺 原來我對這片土地 是能夠生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台中人 大家好 我是文王招 今天是想來 邀請台中市的發展歷史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嘉玲 台中市 然後是小學老師 大家好 我叫李明光 我們是台中市讀書會 我們今天有好幾個 過來的 陳明春 李春華 李明光 還有蘭子文 我們大部分都是台中市人 所以說我們在11月份的時候 會舉辦一個活動 就是台中大墩成就成中堂 大概就是免費到一百塊 這個成就得出 這個範圍裡面 還有機會的話 注意看 爬馬燈 這就是我的 我的部落格 以及FB 謝謝 那個FB可以再講 是嗎 我的電話齁 那個臉書的像誰 阿鳳部落格 你可以看 阿鳳部落格 阿鳳部落格 應該是 如果說打我的電話號碼 09331992 其實就能夠搜尋到我的部落格 我那邊 每天都會PO很多活動的 可能有人知道 還是你們這些年齡層比較久 比較久 因為我們歡迎就是 各個HCO團體組織都動 或者是打 台中市讀書會 好 研讀 阿鳳部落格 台中市讀書會 大家好 台中市讀書會 我叫賴子文 我是四年級的 應該是唯一的白套 謝謝 大家好我是姓胡 我是土生補長的台中人 所以你想要來看看 這次想要聊些什麼事情 那我本身是社工 謝謝 不好意思 我也是台中人 我今天是來陪廳的 好 我也是台中人 我也是台中人 今天是想來看看 許岳汝 是 講者的粉絲 對 大家好 我是楊雅清 我是台中人 純粹 對這個主題很好奇 不好意思 我先中斷一下 我們 因為外面的人 也沒有 也蠻多的 所以不知道說 裡面的 比較靠外面的 是不是願意到我們 抖梯那邊 可以坐下來 對 前面的話 如果邀請地兒 坐 對 不好意思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楊猛 那因為 我是台中人 我對台中的 記憶跟歷史 其實都很稀高 所以我想過來這邊 可以來 指導一下 說我從小 從小生長出土地的一些歷史 這樣子 謝謝 大家好 我叫玉山 我住這附近 我一直覺得我跟中區 因為台中很熟 可是其實一點都不熟 所以今天會過來聽你講 謝謝 大家好 我是073 我是大學生的講 然後因為之前 待在好爸 所以就乾脆一起聽聽 就是 就是大家好 我是 然後 就是我是 土生土著台中人 然後 對 所以就是還有 聽一下 台中戰士的歷史 對 大家好 我是任芳 我是長話人 我也是台中人 可是 雖然我是獨立史的 可是我絕對 所以我感覺我對台中開發史上是不熟的 就有特別愛定 然後這位是我的同學 大家好我是 我是草原人 然後我本身是在研究神社方面的人 所以今天來這邊稍微聽一下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黃燕瑜 然後我是 讀建筑系 然後大戰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我是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 我是 我想聽一下別人臉中的台中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那個 我聽過 那個台北的 所以想說台中 你來聽一下 大家好 我叫子瓊 我是花蓮整理的常客 然後我在聽了很多 關於花蓮議題之後 發現自己對自己家超不了解的 所以我今天過來這裡提 嗯 大家好 我是台區 然後 是聽朋友說的這個活動 誰就在聽聽看的 嗯 大家好 我是 林光 裡面提升 也是市區台中 然後今天客區過來 來 等一下這裡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欣明姐 我是跟著鄉民進來出熱鬧的 不過我對台中 是滿有興趣的 像我最近 就是對於那個 建國市場的事情 還滿有一些看法 所以想要來提您看 這樣子 大家好 如為台中 如為台中 你都不知台中市 所以我就這樣過來 我們將多聊一下台中 謝謝 大家好 我第二次來哲學星期五 真的很開心 都有機會 認證一下我們 生長故鄉表演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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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有人 後面好像有三位 那個電腦那邊 剛剛講過了 不好意思 好還有沒有自我介紹到嗎 好 不管是不是台中人 或者是說 是不是住在台中 好 那我們現在腳踩在台中土地上面 我們呼吸的是台中的空氣 那我們今天就來聽台中的故事 這樣子 那希望我們也有機會 去跟別人講一下 我們印象中的台中 或者是你知道的台中是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們先把時間交給我們主持人 我們是個台中武士父親組合的格魯克 然後 然後